嗨 大家好 看我們又拿到鑰匙 知道今天要做什麼呢 你看我們還有拍一個SOP 怎麼從這個大樓前面 怎麼刷卡進來 走走 那我們就照著這個SOP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今天到底要做什麼 Let's go 我們到了梅子家 我們今天要來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梅子有一隻寵物 因為梅子要出火了 所以我們來進來照顧他的寵物 這應該有水塗相關吧 有怕 有怕 想那麼久 好來 他們出國一個禮拜 他去上海了 他去上海出差 所以委託我們來幫他照顧他的寵物 哇你看喔 SOP我都看清楚 開燈 你猜是什麼寵物 貓 帶大家來看一下他的客廳 等一下來告訴你是什麼 這個客廳 當自己家 當自己家 這東西是 因為我上 我大概來他家 這新家大概 兩次吧 這東西就是他們去每個國家玩 他們就會去每個國家去買 當地的磁鐵系上去 因為他們其實 因為他們兩個人結婚 然後他們現在沒有生小孩 所以 他們 花蠻多時間出國 你看 他們有去過我家 就把他插上這個 這個 痘痘 你看這裡 剛秋洲的地方 他們是旅遊愛House 很愛出國玩 所以每次聽到說 我又去哪裡了 真的很猛 我自己也蠻在旅遊的人 所以 但是因為工作關係 一直都沒空 所以 人家是 怎麼去旅遊 好啦 大家看一下他的寵物 這一間 這寵物呢 我們公布了 那就是 希望不要跑出來 感覺會噴 所以是很難抓的東西 喔 唉唷 大便 好像大便 這是什麼 這是龍貓 龍貓呢跟大家科普一下 龍貓是一種 很大的 龍貓 其實我們是很了解這個寵物 他跟水族館還有點像 他們這邊是開冷氣 然後在家廚師 因為他不能濕 然後他也不能太熱 所以呢 就需要給他一個這個房間去養 那其實他們也還蠻 還蠻 怎麼講的 照顧 應該不是說照顧吧 還蠻奢侈的吧 就你看 這麼大一個房間 然後這床也是這麼大新的 冷氣 冷氣就是24小時 他怎麼只養隻老鼠 對不對 好啦 就是喜歡龍貓的不要罵我 他好像很有聯繫 你看看鏡頭 他會啊 他蠻可愛的 就是 他跟我說就是 開龍子的時候特別小心 因為你手拿這裡的時候 他就會 想出來 對 然後他如果說撞個幾把草丟 餵給他 草放在這裡 然後就吃這個草 木草 然後他跟我說 他特別跟我說 木草很便宜 多丟一點沒關係 我們看他還剩多少 其實也沒剩多少 他的木草便宜 然後就這樣 抓一把 我看他裡面 有夾子 夾子 夾一把 我好久沒養這種哺乳類 就是 除了Mona以外 我以前有養過老鼠 你有養過老鼠 沒有喔 郭下養過天竺鼠 他們說這個要小心要跑出來 喔 還是他 會冷冷所以他不太敢出來 不不不不不可能 他們說他很快 喔 好像不是丟在這 靠北 還是丟在這 在那個玻璃碗 他說還有飼料 飼料在腦 完了啦 SOP沒有看清楚啦 他傳的SOP 我沒看清楚 這是飼料嗎 喔對這是飼料耶 我看到他傳給我的SOP 我到底飼料丟哪裡 我他好像很喜歡飼料 欸真的耶 我他好像很喜歡飼料耶 我從門口餵他看看 我從門口餵他看看 你好流逸喔 蠻可愛的 還有嗎BOY 他的耳朵很大 對啊就是龍貓嘛 這東西喔 這東西喔 以前喔是寶魚雷台灣 是不能夠養的 那後來好像才 慢慢開放 然後他 你不要看他這樣子喔 他動的時候很快 他動的時候很快 他這樣 跑得往去 這樣上面跳 下面跳這樣 他拍給我影片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一下 他有時候會跑出來 欸 很輕人耶 不會咬人 別別別咬人別咬人 動歪子 不喜歡我 不喜歡我 不出來 你看 這個球不知道是什麼 你知道 那個 鹽巴球嗎 還是 會不會是磨牙齒 對啦 應該是磨牙齒的啦 感覺有點像兔子 他用手抓 我來看他用手抓 他用手拿耶 你用手拿東西 他用手拿 好笑喔 你好可愛喔 笑死 他有靈性嗎 他用手拿就有靈性 是不是 對啊 他好笑喔 他用手拿 還可以兩手拿 喔 你看他很快嗎 真的很快 對啊 他其實蠻快的 他看起來好像會飛耶 他不會飛啦 他會飛 超圓的 當初他要養之前 他還跟我講好久 說他會想養 然後他往上找資料 這東西就是目前好像是這幾年 在台灣剛開始繁殖出來 然後剛開始是可以賣的 那當他可以賣的時候呢 就會有人去繁殖 然後結果繁殖以後 就 因為可能進行交配嘛 所以假設你是用進行去繁殖 那時代可能會很容易有問題 就要當初找了好多好久 那如果這東西生病了 看醫生也非常貴 那本身我其實也是 可能要個一兩萬三萬 可能要兩三萬那個level 我不是個專業啦 所以想說不要泡 之前他買好像兩三萬 還三四萬 然後呢 不能熱 不能太潮濕 所以我們都要冷氣 除濕機 不過正常不是像他這樣養啦 正常的養法式 他們會有一個獨立的 就是空調式 然後用一些制冷機片或什麼 因為像是我們魚缸冷水機這樣 然後他就會讓這裡面的空間是潮濕 是乾燥又冷 所以是有人設計客製化的籠子就對了 對對對 有客製專門養他的籠子 那這樣就是很大的籠子啦 他籠子是比較貴的 就是這邊一瓶大概 可能現在要三四十萬吧 那這邊有大概兩瓶 要不要兩瓶吧 可以三四瓶 可以三四瓶 可以三瓶吧 所以他花了大概一百二十萬來養這個 梅子屌喔 我們幫他來倒一下這個 我覺得之後可以請屋主分享 他平常是怎麼打手 你說這麼乾淨是不是 對啊 真的不像有助人 OK 運轉正常 運轉正常 Check 然後看這個水 這水是否正常 可以流嗎 好啦 要跟你說再見了 來 飼料 草 水 都有 非常好 非常好 對 他當初有說 他有養這寵物 他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不會臭 那為什麼他不養魚 就是 他就 因為其實梅子以前是跟我們一起養魚 有夥伴 他大學跟我們一起養 我們以前大學的時候就會一起 因為大學的時候就只有機車 我們一起騎機車 從台大 我們一起騎到新莊 騎到超遠 然後就 從新莊那邊逛 逛那個 就是水族館 那時候我們養淡水 然後呢 新莊那邊逛 然後那時候有PTT嘛 我們在PTT上面就水族版 然後一直看人家的 有沒有什麼二手設備啊 要送的啊 我們就騎過去拿 然後我們就 他就坐我後座 然後我就騎車 然後他就左邊拿一個魚缸 右邊拿一個魚缸這樣 然後我就把 載回宿舍裡面養 我是養魚好夥伴 台大宿舍可以養你嗎 偷偷養啊 然後沒人管你啦 那這一關就是要卡掉 不用不用 沒人管你啦 如果你現在是台大了 看看我們影片了 男一男二什麼什麼 男一三什麼 都可以養 BOT BOT也可以養 沒事的 真的靠海水魚認識很多 有隔離情感的朋友耶 真的啊 就是 反正養魚這種嗜好 其實就 就你自己在家養 就會覺得有好像 就是 不是那麼有趣啦 所以那時候就會覺得 如果可以認識一些不同的朋友 然後認識一些就是 有同樣興趣的朋友 那 你討論起來啊 因為還有一點就是 那時候我們在 養海水魚的時候 其實 資訊不是那麼發達 所以很多事情我們都是用 try arrow的方式 欸我這樣子養不行 我那樣養不行 所以我們都試試看 那 你總不能一個人試全部嘛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朋友 你就可以 欸你試試看A 我試試看B 你試試看C 然後我們看看誰養起來的效果比較好 那我們就可以經過討論啊 聊天啊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 欸比較好的飼養方式 那大家就可以這樣 是 獲得蠻多不同的經驗 那有什麼話想 對台大水組織的學弟妹說嗎 他的組織社已經解體了 呵呵 從我畢業以後 過三年 他們大概延續了三年 那那三屆的社長可能 可能社員本來比較少啦 然後再來就是可能 相對的就是 可能心理比較沒有發言的上面啦 我在想 有可能 好那就 他們就瘦掉了 但是 我覺得啦不管是 喜歡什麼動物的人啊 其實你好好照顧自己一個動物 然後可以找到一些 同好 一起來經營這個興趣 我覺得都是非常棒 你們家有養海水魚 又有養一些特別的寵物的話 也歡迎私訊我們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過去你們那邊 也參觀一下 然後介紹給大家認識 就這樣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 下次見